你知道援兵从部落城堡出来的顺序吗? 今天就来测试一下 首先有个误区 任何工程机器的主动摧毁或被动摧毁后 都是先释放部落城堡 然后援兵才从部落城堡走出来 第一组是使用率较高的弓箭手、武神、雪怪 顺序为弓箭手、武神、两个雪怪 人口是从小到大的 排除数量多的会优先出来 第二组是同为五人口的超级野蛮人 巨人、气球、野猪 顺序则为巨人、气球、野猪、超级野蛮人 可以看到在同人口下 兵种的优先解锁会影响到先后顺序 这里还记录了田庄时的顺序 可以看到田庄的先后不会影响实际的顺序 第三组是一人口的野蛮人、弓箭手、戈布林 同样按照了优先解锁顺序来进行的 第四组在试试先解锁且人口较大的飞龙 和后解锁人口较小的猎手 顺序为先猎手、后飞龙 证明人口的大小判定标准是要高于先后解锁顺序的 第五组同为满级下10级的弓箭手和3级的猎手 顺序为先弓箭手、后猎手 证明非同单位下10级的兵种等级高低 不会影响先后顺序 第六组把4到10级的野蛮人和弓箭手同时装进部落城堡 顺序为等级从低到高的野蛮人 然后是等级从低到高的弓箭手 证明了同兵种下等级低的会有优先性 也再次证明了兵种优先解锁的权重性是大于同人口的 不会出现一级的弓箭手比实际的野蛮人早出来的情况 那在游戏中有没有同时解锁又是同人口的 翻了下各个兵种还真有 10本解锁的矿工和蓝胖都为6人口 当然矿工最早是5人口 后来改了 测试的结果为先蓝胖后矿工 但是还要考虑到具体解锁的优先顺序 然后把10到13本的矿工和蓝胖都测试了一遍 答案也是相同的 当然因为时间久远 已经记不得先解锁的哪个兵种 不排除都是先解锁了蓝胖的这个可能 好那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宾馆 下期见